买看它们的小小粒 当中有些多吃几粒卡路里随时包标 坊间这一个一人份量的消耗包 食材并不多 但加起来原来已经接近1000个卡路里 即是相等于4.5碗白饭 而不说不知 一条鸡肉腸的卡路里原来还多过一只鸡翼 但是不要以为吃多几只就不怕 因为两只鸡翼的脂肪 已经接近一日所需的三成 即是相等于4茶匙油 油份的话 我们其实每人需要50至60或以下的脂肪 刚才那个烧烤包已经爆标了 有80多 而至于白酥酥的棉花糖呢 吃到三分之一包的棉花糖 就已经摄取了有10茶匙的糖分 但我们每天是建议吃少过5茶匙的糖 所以已经有两倍这么多的糖分 细细粒 的确好意令人不小心吃多了 这个时候可以从食材的比例入手 我们烧夜吃的时候 其实蔬果和肉类的比例 最好是生果蔬菜 占整餐的50% 吃多些纤维 增加饱足感 就不用怕坐一会就爆标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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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